又這裡是BD0aka社會觀察家 aka調性公車是aka行走的 毛薄荷 今天呢 我們該好好講一下車禍的後續了 身為一個悲劇型的創作者呢 真的是充滿了無奈 人家呢拍的是吃吃喝喝 而我拍的呢 都是車禍修車 我的心裡真的是 說起來呢 是非常的無奈 但是也沒辦法 我們人生總是這樣嘛 遇到事情 就要去面對跟解決 在這之前呢 其實已經有拍過了兩步 大家可以複習一下 第一步呢 是車禍發生的當下 你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後續修車的紀錄 都在這邊 接下來呢 其實這個車禍的處理的流程呢 就會進入到第三部分 大概是一個月之後 你可以申請一個造勢原因的初判表 在這上面呢 會顯示雙方造勢的比例 可能是20 80 或者是70 30之類的 當然如果說你對於這個初判 先聽好 初判 你個人有覺得意義 欸不對啊 我覺得我應該是零造者啊 怎麼在這邊上面 有一些造勢的因素存在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申請一個 就是車禍的檢定 那這個檢定呢 是要花 3000塊 有沒有需要呢 就看個人 因為有可能 你這3000塊花下去之後 不見得 會達到你想要的結果 或者是 例如說原本 我的對是80% 對方是20 但這個東西申請下去呢 也是有風險的 有可能呢 原本的造勢責任 是20% 但是會不會你申請下去呢 變成了30% 或者是40% 這個不好說 這個是我有請問過 保險人員說 他們過去也曾經 有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階段來說的話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把握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這有利的證據 包括了什麼呢 就是你車上行車記錄器 或者是路口的監視攝影 這邊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這個東西呢 我有做 但是我車上是沒有裝行車記錄器的 那個時候呢 我就有嘗試要去找 街道上的攝影機 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攝影機 只能拍到幾部 就是我以為那隻攝影機 可以拍到全部的畫面 但是呢 最後呢 他只有拍到這樣的畫面 這個的話呢 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有些路口的攝影機呢 他並不是拍全貌 他可能是拍局部 他的目的是為了要追蹤車牌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位置 就是只有車牌的位置 沒有辦法拍到整個 事情發生的經過 那這個是要注意的 所以如果說能把握住 對自己更多有利的證明說 你在這場車禍當中 造勢責任 其實並不在我這方的話呢 這個東西是要去把握一下 那車禍這個事情來說呢 其實只要你是有報案 通常啊 大概啊 結束的時間 就是你要跟對方和解 先不論對錯 要和解的話 通常都要一個月過後 因為呢 你必須在車禍發生完之後 的一個月 你才可以申請造勢原因的出判表 所以通常呢 都會在一個月之後 如果說有涉及到人有受傷的話 那可能時間會給我更長 除非發生的車禍 原因不涉及人員傷亡 挺紅燈的時候 被後面的撞了一下 那人都沒有受傷 那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雙方是有比較共識的話 那有可能不用拖那麼久 但多數來說的話 基本上都會超過一個月 當一個月過去之後呢 你申請到了這個出判表 然後你的車也修好了 人的傷也養好之後呢 你就開始進行下一步 就是申請調解 我當時呢 是先跑到了 車禍發生地點的鄉公所 那它裡面會有一個調節委員會 你可以透過這個調節委員會 才能申請調解 這個時候呢 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去申請這個調解的時候呢 其實是必須要有對方的注資 因為呢 必須要通知到對方 去喊給他 通知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間在哪裡進行調解 這個時候呢 其實會有一個比較 麻煩的事情發生 就是如果說你直接 跑到鄉公所申請的話 那是需要 跟你發生事故的 這方的聯絡地址的 這個聯絡地址要怎麼辦 所以接下來呢 你可以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呢 就是到交通大隊 申請對方的注資 或者是接下來第二種方法 我覺得這個第二個方法呢 是最方便的 就是呢 直接到你當時 幫你承辦的這個交通大隊 去申請調解 那它就會把你的資料 連同對方 一併通知 然後最後呢 直接轉交給調節委員會 那它就可以幫你進行調解了 那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但有可能是因為這幾年 個資法修正的關係 對於個人的個資 保護比較嚴格 沒有辦法 在車禍的那個聯單上面 提供雙方的住址 我記得以前是有的 但是有可能這幾年改了 所以 現在呢 就是這種方式 你可以直接透過 當時承辦的交通大隊 然後去幫你申請調解 當你申請完調解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準備以下的東西 例如說你修車的單據 然後你醫療的費用 交通費 工作損失等等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拿著這些資料 去跟對方談和解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一個車禍 從發生到結束 最後談和解的一個流程 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車禍事故發生 可能會經歷到的一些事情 希望大家行車平安 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那這是我以上的經驗分享 如果說對於你有一點幫助的話呢 麻煩給我點個讚 或者分享你的朋友 我是比利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